今年3月,河北驼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正从红外相机前路过的一只豹子的身影 经初步推测,这只豹子为一只成年华北母豹 这是今年第一次在驼梁发现华北豹,也是近年来发现的第二只华北母豹 经识别对比,豹的所有19次清晰探测中,2022年前探测到的17次来自同一母豹个体 一次来自一只公豹个体,今年是再次发现新的母豹个体 华北豹是全球9个金钱豹亚种之一,主要分布于我国华北地区 是我国特有的金钱豹亚种 据估计,全国种群数量不足400只,面临着较高的局地灭绝风险